1、2、2 大家好,我是GumiBi 好興奮,因為我今天就要去 廣東五日四夜旅行 不過,可能眼尖的孤兒都發現到 這裡明明都不是廣島 明明就是福江 到底有幾眼尖的孤兒才會發現這裡是福江呢? 沒錯,其實我現在是身處於博多站 因為其實從福江去廣島是非常簡單 所以我現在就準備探望博多拉麵之後 才施施然出發去廣島 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馬上GoGoGo 我現在就已經來到博多的一間超出名拉麵店 就是博多一行社 從博多口走過來 其實也是幾分鐘的路程就到了 因為這裡實在太人氣了 它是博多豬骨抱在拉麵的元祖店 所以是極多人在排隊 今天我們還有特別嘉賓就是… Fish Ball Sokosan 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去吃拉麵了 待會再跟大家見面了 我叫了這個特上拉麵當店人氣 當店人氣第一的特上拉麵 它這個最大的特色當然就是這個婆婆 而且它這個湯也是很厲害 它用一個很有型和必殺招式的名字 就叫做實性追隨制法 用一個暖湯再加一個老湯去熬 大家看到這個湯面好像Cappuccino那些婆婆 其實是叫做脂泡 它就是從這個豬骨湯的脂肪和空氣結合 產生異成的 到底有什麼特別呢? 就去吃它先吃吧 いただきます 很濃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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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湯是對嘴巴的Fast Touch 很滑的 好像初吻的嘴唇 對… 很汁 很濃郁 很濃郁的味道 看到那些牙蛙掛了在那裡 對呀 麵魚麵的那些風鬼 裡面也有一個… 很濃郁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泡好像很掛湯 所以吃麵是很… 很濃郁的味道 但是要讚它的麵條很爽 嗯 不會濃 你也是選了硬的 Katame 我也喜歡硬一點的 你也喜歡硬的 多數女生都喜歡硬的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試了這個博多拉麵 接著我們接下來去廣島 都會試味道的拉麵 是要拉麵的味道如何 謝謝 真的很想趕著去廣島 快點吃 嗯 新幹線飛已經到手了 那其實呢 由博多去廣島 如果搭新幹線的話 一個小時就已經會去到的了 這麼方便 所以都很推介大家 從博多去廣島 好 雪一聲就來到廣島 好快呀 第一天的晚餐 我們就來到這個廣島蕭村 這裡是由二樓、三樓、四樓 三層全部都是廣島蕭店 大家可以看到是清一色 只是廣島蕭店 今天我們要去的店 就是這間 三樓是一個習近廣島蕭 它有麵 又有肉 又有蛋 又有蝦 又有魷魚 這個就是廣島名物就是蠔 所以作為一個蠔怪 我叫了這個四樓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廣島蕭和大閩蕭有什麼分別 分別 分別 又沒什麼分別 大閩蕭 大閩蕭 大閩蕭是沒有麵 而且它的麵腸 廣島蕭是做得好像可禮味 上面一塊薄餅 明知時代的時候 不夠麵粉 所以我們就把麵粉吸收起水 去做做這個 叫做洋食的料理 那時的一切洋食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Mika 剛才東地人說廣島的人 會用這個 用這個吃 這樣 然後 然後 老闆說得很正 它們的麵是三麵 很新鮮 麵的外面是很脆的 然後裡面很軟 裡面是蛋硬的 然後麵粉的蛋香味 哇 好好喔 好美味喔 而且它的醬汁 它不會太濃味 是剛剛好 很開胃的 每一個食材都很新鮮 我試試一下 哇 好脆味 裡面是很脆的 對 燒的程度 真的 拿捏得非常好 而且它就算疲倦的位置 也一邊都不癢 好吃 第二天見到櫻湖大橋 就知道我們已經離開了廣島市 去了吳市 誰知道我們一來到就掉了 不是吧 不是吧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 要什麼超市 那我們現在是小跑步 因為我們教了時份 他想吃一間很出名的 麵龍板 麥瓜巴 但是 竟然賣光了 我們去到那個門口 是 是 什麼 你開門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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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著 哈哈 哇 蛤 我現在就衝去 超市 看看超市 會不會有 因為本身那間店裡的麥瓜包 超市都有賣 我知道 如果不習慣去 有機會買賣 這個 第一次見到這個 籃形 杏仁形狀的麵龍板 哇 哇 好可愛 它不像平常那些 麥瓜包 菠蘿包 皮 那個皮 是比較 光滑 然後呢 它是 有點坑紋 這樣 這個麵龍板 真的 有我們香港菠蘿包的特色 就是這個 菠蘿包沒有菠蘿 老婆餅沒有老婆 這個麵龍板 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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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原來有餡 的 白豆餡 的 餡 是很滑的 滑得不得了 而且你看 它的皮是好 但為什麼它會叫麥龍板 因為可以解釋我 為什麼它會叫麥龍板 知道嗎 請留言告訴我 好美味 去呀 我現在呢 沒錯 是一條公路隔離 公路隔離 已經是看見海了 超美的 而我面前呢 是今年4月才新生開的 芋頭芝麻 新鮮市場 芋頭芋 這裏可以吃很多不同的海鮮料理 還可以一邊看著海一邊夾夾夾 現在進去看看有什麼好吃的 由於這裏是沒有提供日文以外的菜式 所以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到底是怎樣買 最上一項第二粒是刺身定食 這是最有名的 下面第一粒是兩款炸蠔的定食 而這個是mini的海鮮當色 所以你會看到是800日圓便宜 我自己剛剛再點了一個單品的炸蠔 就是500日圓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最新的 我們倆都點了 此生定食 此生定食 對,這裡的東地人的推介 宮崎小姐推介 聰明的我還點了 對 這個超級美味 本身大家沒有興趣 一來到大家就圍著拍照 這些魚都是在旁邊的海捕了出來 石驚魚 石鯰魚 剛剛捕了出來的好處就是這個彈牙的感覺 是不是彈牙連起來就叫做 對 對 然後試一下只有一件的 這個就是乾巴汁 很美味 美味 這個好吃嗎? 這個很新鮮 但是吃到鮮味 對 一邊是什麼? 對 很美味 Sufu-san,你看我多長 我短過你 你不大丈夫 長得不是我慢吃 很美味 很美味 這個很美味 很美 不,因為它一條一條 它不是粗的,是幼的 所以你一咬下去 它整口就爆炸了 這個真好吃 古典的古典 我現在就在另外一間的路邊小店 豆豆土那裡 是吃什麼的? 就是吃豆腐 這裏不是只吃一塊塊 普通的豆腐那麼簡單 它還有很多不同 跟大豆豆腐有關的菜式 哇,這個福豆腐很有趣 它是有一些 波波形的豆腐 粉紅色這個就是紫鬚豆腐 白色就是普通味道的豆腐 大家好像撈金魚 這樣可以自己撈豆腐 哇,好像雞子一樣 這個特別是甚麼 俗稱 松菊 哇,哇,哇 痛,痛 好噴 這個真的很可愛 它真的會咬咬咬 用鴨子,這是刺的 嗯,OK 刺完之後會怎樣呢 行吧 好緊張 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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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圓滑,滑得來 嗯 是實際的 而豉油本身是用大豆做的 所以它們是十倍好夾的 日本,被稱為日本No.1辣的鬼魯豆腐 嗯 哇 但其實它看上去 因為完全沒有紅色在這裡 其實看上去是不覺得辣的 是可能買錯了都不知道 哇,不過 上面又看到黃色的一粒一粒 對,沒有辣 只是小一點,不少 我現在是吃的 球生肉 還沒有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哇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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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ミカ 還好嗎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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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們剛剛還沒聽之前已經是飆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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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更加出來了 那個豆腐是很溫柔的 裡面的辣椒粉 它是很銳的一把刀 像心一樣 但我常常做到英語就是英語 英語是必要的 英語是必要的 娛樂也有 你那個辣的程度是五的話 是少許修飾了 加了兩分也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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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下是真的辣的 你剛才的 真的 真的 第一下是真的辣 所以 剛才那段可不可以剪掉 不是的 英語是必要的 摘雪糕放題 即是你摘到二十個圈 都是屬於你的 如果你一個圈都摘不到 你都不能… 不能拉皮也要走 那我現在就挑戰 不要走 不要走 有什麼 有位 有位 別怪充力 有位好治療 雪雪雪 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必定 因為它除了豆味很濃 還有奶味也很濃 而且它是極滑的 之後那天我們去了山口島 參觀更三寺和未來心之憂 之後都會再出片介紹 今集想說的就是位於更三寺正對面的餐廳 這裡的八爪魚料理非常出名 令我簡直愛上了吃八爪魚 你看看為什麼… 好像… 份量那麼奇怪 因為我們已經偷吃了 哈哈哈哈 好可愛 都只有四顆吸盤 這個… 試一下它這個 很脆 這個… 八爪魚吸盤 是… 一些都不硬是脆 薄薄的 好像… 噗… 噗… 而且平時我們吃的八爪魚 很多都是熟了的 但它這個真的是生的 然後不會有腥味 我想很多人是不特別喜歡吃八爪魚刺心 但它這個我覺得是值得一試 是好吃的 這個是廣島新登場的 雲肉火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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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萊瑰滷的! 萊瑰滷的 yours 萊瑰滷的 萊瑰滷 你看 厲害 萊瑰滷這個地区 原來… 萊瑰滷的生產也是一本 NO.1 所以這個萊瑰滷 上面很滿了檸檬 是 因為實在太多檸檬了 所以我們這個版本的 萊瑰滷是要一早打電話來煮的 兩三天前煮豬 才可以吃到那麼多檸檬 但如果你不是想吃檸檬的話 可能平時也吃開了 其實也可以吃普通的檸檬 那我們就有什麼意思了 有什麼東西 把檸檬全部放在蓋上吃一邊那些 卡 放在索克山的碟上 然後我吃一邊那些 我自己就吃檸檬 哇 檸檬酸味馬上來 點到調味的時候 那個檸檬的酸酸的感覺馬上來 我常常點一點檸檬吃 很清爽 白菜都很好吃 吸收了精華 把肉、海鮮、檸檬 所有精華吸收在白菜 所以我先進去 在剛剛吃檸檬窩那間 士兔里的店 過兩步路、三步路 就已經來到我身後的這間雪糕店 這裡是吃濕拉圖 非常出名 它的原材料是在本地找的食材去做 而且濕拉圖的機器 都是從意大利運過來的 我現在因為真的很熱 馬上進去燒一下鼠 這個這麼有趣的寶寶 其實我剛才很癢 所以我以為可以試吃 誰知道原來是在閘米上做裝飾 我差點跟他們說 麻煩你 我要試吃 超瘋的 超瘋的 那個士兔 試吃那個 首先試吃一下 這個 橙色的 這個用來的滴骨棒 點油 也不錯 品嘗 這是檸檬和塩的混合 很好吃 對 它的滴骨棒很新鮮 好像是把滴骨棒撕掉 切皮後,用果汁煙烘 做了一個很滑的冰沙 幸好選了這個 你們一定要聽我說,一定要點這個 先試這個檸檬味 超級尷尬 開動 檸檬味比較清新 好像平常吃的和食和食料理 中間會有一個Cutsinaoshi的Sabet 有點像那種味道 但這個香味是比較高級的香味 如果你要我選一種,我喜歡橙色的 先跟你們說吧,因為雪糕很快 Bye Bye S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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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Sika 襲擊 襲擊 好香 好好味啊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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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口腔裡,就馬上變成超級新鮮的西瓜 我當初以為是寶寶多東一間Jerard的店 我們還在說什麼特別 有什麼特別的店 超級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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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來到美道 學Soka 當然要試試美道拉麵的味道如何 哈哈哈哈 這間拉麵的名字叫做吃海 真的可以對著海來吃 所以叫做吃海 真的挺好吃的 哇 西瓜 終於可以吃到 海南道拉麵了 是的 很多人都以為貝茲拉麵一定是九州、六州、六州、福江 但是其實廣島味道都是貝茲拉麵 很出名的 這裡在湯裡有這些貝茲 是看到很大顆的 但是湯有很清淡的感覺 對 對 喝一下 它看起來很清淡的感覺 原來很濃的味道 嗯 你記不記得我們第一天吃的 不過呢 博多的那個拉麵 它的湯是很清淡的 它這個呢 完全是相反 相反 清淡 不過 你如果咬了那個 背脂 在裡面的那些 背脂粒的話 就那種 清淡的味道 哇 但是它就不是漿口 它是清爽的 而且我們上次吃福江的拉麵 它的麵是圓滑 很幼的 它這個拉麵也很特別 它這個是小平面 你看扁扁的 又扁又平 好像我這樣 哇 這個麵也是很好味 蜜香味特別香 我看到它是不是說用廣島的小麥去做 我很喜歡這個麵 我覺得很美味 很美味 完全沒有複雜 女生就算怕胖也不怕 YES 那我們這次的廣島之類美食篇 就來到這裡了 是 我們真的吃了很多東西 哇 我們每人都重了幾公斤 好酷 然後最後 我們真的有口福 終於可以吃到 味道拉麵 因為其實我本身不知道 到廣島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美食 所以這次呢 我真的覺得 非常之開心 可以吃到這部片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部片的話 不可以你高頭貴手 咦? 大家好 訂閱留言 保圓看光告 那我們就下一次的影片再見 好 我們都下一次再見 再次再見 - 歡迎 - 其實在這裡 - 那是 - 也好 - 好 - 好 - 也好 我覺得 另外 - 見 - 得 - 再見 - 再見 - 再見 歡迎光 酥菜居肝 我的肚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